大家好 我是车机 说到超商或者便利店 我想大家都不陌生了 就算你不是去买东西也好 天热的时候可以进去吹冷气 下雨的时候可以进去避雨 人有三级了可以进去放下包袱 还有记取货 缴账单 练赏门和比武切磋等各种功能 你不要再弄手了哦 正正因为便利店那么的方便和受欢迎 世界各地的便利店也越开越多 特别是在南韩 台湾和日本 便利店真的是随处可见 那既然便利店那么多 开便利店一定很好赚了是吧 但其实真正赚大钱的只有便利店的总公司 对于很多的加盟组来说 在加盟便利店的那一刻开始 他们就已经打开了地狱之门了 大家应该都知道 便利店主要分直营店和加盟店两种 直营店是由便利店总公司直接运营 而加盟店则是加盟组支付加盟金之后 获得总公司的运营授权和指导 不过大家又知不知道 其实绝大部分的便利店 90%都是加盟店 直营店只占很小的一部分 日本的71就更夸张 只有不到2%的是直营店 如果开便利店真的是那么好赚的话 便利店总公司直接自己开直营店就好了呀 为什么还要开放加盟让别人来赚呢 总公司的人当然不会那么好心啦 就是因为开直营店不好赚才开放加盟的嘛 那到底加盟便利店都有什么陷阱 会把加盟组逼到家破人亡 甚至走投无路最终选择结束自己呢 第一个不得不提的点就是24小时营业啦 也能带给人安全感 遅一时间带的话呢 这辆的店都没有人家的地方 因为有点暖 如果有点弄的话呢 就会不同吧 可是如果便利店加盟组觉得晚上生意不好 又或者是找不到人职夜班 想要提早关门行不行呢 答案是不行的 绝大多数便利店的加盟条件之一 就是24小时营业 一旦擅自缩短营业时间 就属于违约行为 轻则罚款 重则直接解除合约 那你可能会说不对啊 插机 晚上都没生意 早点关门不是可以节省成本吗 没错 水电煤和人工成本的确是省了 但问题是 这些成本本来就是加盟店来负担的 总公司自然才不会管你那么多 结果就把很多加盟组给闭上绝路了 比如在2018年2月 日本辅警县下起了灾难级别的暴雪 一对夫妻党的71加盟组 想着又大雪又没客人 就跟总公司申请 想要暂停24小时营业 可是71总公司不但没有批准 而是为了确保可能会来的客人的安全 加盟组必须要持续产掉店附近的积雪 结果妻子就因为长时间工作运倒 要叫救护车紧急送医 而老公因为要继续留守在便利店的关系 不但没法陪着老婆一起去医院 还因为找不到人替班而连续工作了50个小时 同样是加盟71的松本石敏就更惨了 松本跟他老婆是日本东大阪的一家加盟店店主 为了节省成本的关系 松本跟他老婆本来就几乎是12小时轮半工作 即使之后松本老婆被查出患上了胰障癌 他也是边接受治疗边继续到便利店帮忙 一直到离世前的一个半月 他都还在工作 到了2018年5月 松本老婆因病离世之后 整家店几乎就只靠松本一个人独立经营 期间松本好几次以人手不足为理由 跟71总部申请缩短营业时间也都被拒绝 于是从2019年2月开始 松本的三次决定只从早上6点开到凌晨1点 结果就被71以违反合约为理由罚款1700万日元 到了2019年年末 71总部就已收到很多客人投诉松本大叔态度不好为理由中止合约 不再供货给松本要求他马上撤出份店 但即使店里面已经没有东西卖了 松本大叔还是坚决不走 于是71总部用围板把松本的店围起来 然后在松本的店前面又盖了一家临时便利店 虽然法院最后判松本败诉要撤走 但这次的事件也成功引起了社会的贯注 现在日本越来越多便利店也开始缩短营业时间了 不过除了营业时间以外 便利店加盟组在进货方面也没有自由 一般来说便利店总部会通过大数据的分析 来决定每家店要进多少货 要你进100关啤酒就100关啤酒 要你进200分便当就200分便当 哪怕是今天让你在美国卖没人吃的插鸡饭 你也几乎没有说不的权利 对于像是泡面药品或者保险套 这类保质期比较长的商品还好 但如果是编档牛奶这种保质期比较短的商品 过期后加盟组就只能把它们扔掉 有不少加盟组为了避免浪费 就每天自己吃掉那些已经过期 或者快过期却卖不出去的东西 剩下的就分给家人或者亲戚消化 美国就有一家71的加盟店店组 因为不满总部就算卖不掉 也要他进披萨和鸡翅 一怒之下他就直接解约 然后在71附近开了一家62 这时候你又可能会说 那我像超市那样给那些快过期的商品打折促销 应该可以弥补一定的损失了吧 对不起 如果你是便利店加盟组的话 你连定价的权利也没有 虽然扎盟合约上写着进多少货 商品卖多少钱的决定权是在加盟组的手上 可是当你真的进货不足或者随便打折的时候 总部的人就会马上出现阻止你这么做 如果你真的坚持打折的话 总部还有各种各样的手段逼你就范 那话又说回来了 为什么便利店总部不择手段也要阻止加盟组打折呢? 这里大家就要了解一下加盟店的运作了 假设加盟店进了10个便当 每个便当的进货价是300 加盟店再以500块卖出 卖出7个便当的话就有7乘200等于1400块的利润 跟总部对分利润的一半之后 表面上加盟组跟总部各赚了700 不过因为卖不出去的那3个便当的成本是由加盟组来承担的 所以实际上加盟组还要倒亏200 那如果加盟组把3个本来卖不出去的便当减价一半以250块卖出呢? 因为有3个便当是亏了50块卖出的关系 总体利润只剩下1250块 除办之后虽然加盟组从原本的倒亏200变成盈利625 但是便利店总部却比之前少赚了75块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总部宁愿加盟组把卖不出去的便当丢掉 也不希望他们减价促销的原因啦 现在大家可以在便利店看到有双品减价促销 也是经过很多加盟组不断跟总部投诉抗议 甚至不惜闹上法院才争取下来的成果 好了,就当你挺过强制24小时开店 强迫进货和不能随便降价的重重难关 加盟的便利店生意越来越火也不要高兴的太早 因为当总部的人看到你的生意那么好 他们很有可能会在你的店附近再开一家 这家新店有可能是加盟店也有可能是直营店 如果是加盟店的话 作为地头蛇的你虽然有优先加盟权 但因为要再负一笔新的加盟金的关系 不少人也会因为没钱而放弃 结果你的店又要跟新的加盟店竞争 最夸张的情况是有70亿的加盟店一开始生意不错 可是后来总部在他周围另外开了9家分店 又要被逼24小时营业 被逼进货 一直吃卖不完的熟食和便当 减价促销又被总部阻止 生意好了又要跟别的分店竞争 想要提前解阅还得付高额的违约金 结果不少便利店加盟组都被逼得走投误路 便卖家当来维持经营 甚至有部分加盟组选择结束自己 即使是在便利店打工的薪水本来就不高 而且工时长 还要十八般五亿样样精通 所以大家去便利店的时候 还是多体谅一下店员和店长 因为你的便利是建立在这些人的血汗之上的 但如果你是有在考虑加盟便利店 来一元创业梦的话 那我劝你还是好好的想清楚吧 好了我是夏姬 我们下次见 拜